《面對改善工程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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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對人生的看法是很無常的 因為我不知道人生什麼時候會解暑 所以我希望每天都是一個新的挑戰 然後每天都是不同的一天 所以好的器物對我來說就是 實用 然後它裡面藏設計的巧思 改善了傳統器物上的缺點 或是繼承了傳統的美學 做了更好的轉換 我覺得台灣的設計界 或設計師的品牌變得非常多 非常精彩 那身為媒體或開店的人 我就是希望把這些品牌 跟他們的想法 傳遞給越來越多的人知道 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